当平台演算法影响了 这一个到底哪些内容 是小猫小狗的照片先出来 还是新闻媒体的这个po文先出来 这件事情的时候 有没有发现说新闻很难被看到 社群媒体网络平台 已成为民众现代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然而也带来资讯过载 隐私风险和假新闻等问题 台湾媒体观察教育基金会 举办第五届高中职逆时媒体素养营 以漫游媒体宇宙为主题 从平台大数据人工智慧 与媒体素养等面向 分析现今数位媒体环境 培养媒体试读能力 今天的课程包括两个部分 主要是跟平台的主题有关 特别是现在我们无论是年轻人 或是各式各样的人 我们使用平台 滑手机是个非常常见的活动 那在实际上使用平台过程当中 怎么去理解这个平台 特别是各种社群媒体平台 影响到了我们接收资讯的方式 然后怎么影响到了 台湾的新闻产业的变化跟发展 那这都会是今天的 新闻天课程重要的主题 那这些主题也帮助同学们可以理解 重新检视我们到底是以什么样的角色 跟方式使用平台 然后这样的使用方式又如何影响到 我们接收资讯 然后做各种判准的过程 所以算是一个导论型的课程 因为我们的营队已经办到第五届 就是第五年 然后在这五年之间 其实媒体也 环境也不断地产生一些变化 那包括现在还有就是大家比较关注的 生成式AI的议题 那所以我们这次的这几届的营队以来 每一次的主题都会不太一样 我们会因应每一年的状况去做调整 那今年我们的主要的特色就是我们 跟学生大量的讨论 社群平台这件事情 因为我们其实就是现在就是活在 社群平台的这个环境 那以前我们会说 我们的媒体素养 我们要认识媒体 了解媒体 然后分析它 那可能过去我们是去认识 新闻媒体这些东西 可是现在学生其实比较多使用的是社群平台 然后所以我们会带学生去透过阅读一些条款 然后去反思 去反思这些社群平台的使用 为期三天的营队课程精彩丰富 吸引来自全台各地 还有离岛澎湖的学生前来参加 活动更安排学员制作Podcast节目 练习收集资讯 创造内容 培养学员独立思考议题 与表达自身观点的媒体素养能力 外岛那边比较没有这个机会可以接触到 就是媒体这种东西 然后大学方面想要就读这个专业 所以呢就先来试试水文这样 因为高中要写学习历程 就是来参加也可以写进去 然后看起来比较丰富一点 逆时的来源比较是 有一次大家应该都有去外面吃过饭 然后吃饭的时候 有些商家就会放一台电视 那看什么节目大家都会有争议 但是看新闻最不会有争议嘛 所以大家就会边吃饭边看 然后那个吞食的感觉就有点像是 我们把资讯 我们把我们在媒体上看到的东西吃进去 但是我们就是只是吃而已 没有经过思考 所以我们这个营队取消逆时 其实希望大家是有所思考的 应用媒体的来表达自己的能力 也是我们在营队中希望可以 让学生去操作的 然后所以我们其实每一届营队都有实作 不管可能是提出一些创新的方案 或是制作出一篇podcast 那因为我们自己本身也有 投名的逆时podcast 所以我们会希望透过 制作就是podcast节目这样的形式 让学生去对他所关注 生活周遭关注的媒体议题去做发想 然后并且透过podcast的形式 去做一个扩散这样子 面对快速变迁的数位媒体时代 台湾媒体观察教育基金会 希望透过举办媒体素养营 让学员们能够更加明智地 选择和分享资讯 提升自身的判断力 在媒体宇宙中做自己的主人 记者林奇会台北报导